欢迎来到美厅 不为人知的人性秘密 一 你怕狗还是怕鬼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人怕不怕狗 我想大多数答案都会回答不怕 那么人为什么不怕狗呢 答案是因为人了解狗性 比如说一条狗发起风来要咬你 你可以往家里一跑 然后把门关上 骄傲地对着狗喊 你来啊 你来啊 咬不着 咬不着 或者你稍微灵活一点 你往树上一爬 这条狗无论发多大的狗风 对着你也只能干瞪眼 所以得出一个结论 你之所以不怕狗 是因为你对狗性了如指掌 再问一个问题 你怕不怕鬼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怕 举个例子 我说鬼来了 你吓得要死 赶紧跑到房间 把门关起来躲在床底下 可是你会发现你还是怕 你不知道鬼会不会穿墙树 直接把你的血给喝了 即使你爬到树上躲起来 你也还是会害怕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 这个鬼东西会从东南西北 哪个方向出现在你面前 人为什么不怕狗 但是怕鬼呢 答案是因为我们对狗性了如指掌 对鬼呢 我们却一无所知了 所以各位 你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不如意和痛苦 都是来自于你对人性的不了解 那么这篇文章会教会你了解人性 帮助你在商战和生活上如鱼得水 二 痛苦的根源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人活在世界上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从小到大 所有的学问都在告诉我们人性本善 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 对人这个物种就有了一个定位 人是善良的 人是感恩的 人是重情重义的 人是知恩图报的 也正是因为从小到大 我们学习和接触的都是人性本善 所以我们对人性就更加肯定了 人性应该只有善良的 人的品德应该生来就是高尚的 人应该是完美的 当然事实上 在你读书生涯的时候 你所接触到的人 大多数都是完美的化身 比如说 我们的师生情 同学情 包括甚至很多人 还有初恋般纯洁的爱情 那为啥读书的时候 人性为什么就这么纯真和单纯呢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是因为你在读书的时候 学校天天都在无时不刻 无孔不入的宣传人性本善的教育 第二 读书时期你和你所有的关系里面 存在的利益太小 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争夺 但是等你走出社会的时候 你慢慢发现你的朋友 爱人 合作伙伴 同事 你和他们相处的时候 他们的所作所为 并不会按照你心里的预期出现 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还 爱人出轨 合作伙伴背叛 同事背后捅你一刀 兄弟姐妹争遗产 争到六亲不认 不赡养父母等等 当人的行为和你心里预期不一样的时候 你所有的痛苦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那么成年人的世界 为什么很多人不按照人性本善的规则来做事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成年人之间相处的时候 他们之间的利益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你会发现利益越大的地方 人性就会越自私 当自私大到一定的层度了 那么人性就变成了恶 比如你看所有古代的帝王相争 这里面连善的影子都看不到 有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 杀害自己的大哥和四弟 武则天甚至杀害自己的亲生孩子 讲个故事 我妈这边是六兄弟姐妹 我妈有一个姐姐 一个弟弟 还有三个妹妹 我妈今年已经63岁了 他们其中有四姐妹在老家买了一块地 准备建一栋楼 四姐妹好住在一起 安享天伦之乐 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担心 就怕亲近无完美 姐妹们长期住在一起 容易因为一些琐事闹别扭 我妈问我的意见 我说老妈 你们姐妹都是从同一个娘胎里面生下来的 而且最小的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平时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大家都会相互谅解的 你就安安心心地和他们一起安享晚年吧 我在跟我妈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的外婆去世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我外婆的财产已经处理完毕了 外婆虽然不是很有钱 但移动房子加上一些现金 在农村还是挺可观的 正是因为我外婆的财产已经处理完毕了 所以我认定 她们几姐妹在一起相处 并不会遇到太大的利益之争 如果我外婆和她的财产还在世的话 我就很难预料后果了 难免她们会因为这个大打出手 其实在几年前 我外婆去世的时候 就因为分财产的事情 她们闹得挺不开心的 几个姐妹也有闹 但是还好火烧的不算大 闹得最凶的是我舅舅 因为舅舅是儿子 按照农村的封建思想 舅舅觉得我外婆的财产应该都给她 我这个伟大的外婆把财产平分了 舅舅只多拿了一点点 我外婆躺在病床上一年多 舅舅从来没有去看过 直到外婆去世 她才露面 我的几个阿姨气得要命 而我知道舅舅没做错什么 这是人性的劣根 目前感情早已修复 所以大家写下一句话 在没有利益关系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相信人性是本善的 只要有利益的情况下 我们要相信人性是自私的 如果利益足够大 人性甚至是本恶的 三你是婴儿还是成年人 我再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各位成年人 请问你们有没有人喜欢喝不加糖的咖啡 有没有人喜欢喝啤酒 有没有人喜欢吃生蚝 有没有人喜欢抽烟呢 又有没有人喜欢吃臭豆腐呢 我想应该很多成年人 都会喜欢吃我上面所说的食物吧 上面我问的这些食物 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 但是你会发现 对于一旦喜欢上这些食物的人 往往会对这些吃的欲罢不能 甚至会时常的想念 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上面我说的这些吃的 你在第一次吃的时候 觉得好不好吃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说 第一次吃的时候不仅不好吃 而且还难于入口 但是只要我们继续的吃下去 慢慢的就能在苦中品尝出另外一番滋味 我们能在苦咖啡中喝到甘美的感觉 从啤酒的苦涩中能喝出清凉的快感 从生蚝中吃出刺激的腥味 甚至从臭豆腐的臭味当中吃出香味 以上我所说的这些吃的 都是成年人喜欢吃的东西 请问大家会不会拿黑咖啡 啤酒 生蚝臭豆腐来喂小孩呢 我想你肯定不会傻到这么干吧 因为小孩的味觉很单一 他们基本就只喜欢吃甜食 喜欢吃糖果 喜欢喝饮料 那是成年人的味觉已经被开发 已经多元化了 成年人的舌头可以从各种苦涩 甚至臭味当中品尝出天堂的滋味 大家还会发现一个现象 不论你去到任何一个国家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美食 基本上不是难吃的 就是难闻的 比如本人最爱的一个美食 叫醉蟹 就是直接把生的螃蟹 放在酒里面净着 放一段时间 然后就可以开吃了 我记得每次我买这个醉蟹吃的时候 基本就只有我一个人吃 为啥呢 因为很多人只要吃一口 还没吞下去就已经吐出来了 他们会觉得太难吃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 只需要多吃几次 就能在醉蟹的难吃当中 品尝出天堂的滋味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 假如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还认为人性中 只有美丽的一面需要我们发扬 而丑恶的一面 你完全就不能接受 或者说你接受不了 那么你就像一个味觉 还没有开发的幼稚儿童一样 你还没长大 你还活在幼儿园的思想世界里 如果你整天只是宣传人意道德的话 就等于你天天在传播 只有甜的东西才是最好吃的 那些酸苦辣臭腥 都是低级人才吃的东西 然而事实是 我相信你也应该挺喜欢吃那些酸 苦辣臭腥的食物吧 如果你只喜欢吃甜食的话 那么你肯定是个小孩子 只能接受人性当中的美丽 道德 善良的人 只不过像小孩子 喜欢吃甜食一样 没长大 什么时候当你也能开始 接受人性当中的自私 丑陋 恶的一面的时候 就是你对人性入门的时候了 欢迎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